记者廖千银台北报导 2月6日花莲强震造成多处房屋倾倒及民众伤亡 受创严重 面对花莲严重灾情 Canon整合集团在台三家公司 包括台湾嘉能Canon Inc 台湾嘉能半导体设备Canon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台湾 Inc 台湾嘉能资讯Canon Marketing Tawian Co LTD 宣布共同捐款300万元给花莲县政府社会局 用于灾区救助及灾后重建所需 期盼尽一己之力帮助受灾民众度过难关并重建家园 Canon于40多年前 1971年在台中谈此投资设厂生产向阶级尽头 是Canon全球集团旗下的第一家海外工厂 多年来一直深耕台湾市场 这次花莲墙镇酿成灾情Canon结合集团三家在台公司的力量 共同捐300万元与花莲县政府社会局 直接用于灾区救助及灾后重建所需 这次花莲墙会设厂生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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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